首先來關心到的是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近郊 昨天發生土石流 有一個露營區是遭到了掩埋 當時營區內有近百人 目前已知至少十九人不幸死亡 還有十四人下落不明 救難人員還在全力搶救中 公路邊坡土石嚴重崩塌 大量紅土夾雜樹木 從三十公尺高的地方倾泄而下 將下方整個露營區掩埋 已經看不出原本的樣貌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近郊 十六號凌晨發生土石流 消防局貨報隨即趕到現場救援 僥倖逃過一節的幸存者 逃出來才短短兩分鐘後 土石就整個崩塌 回想到當時情況仍然餘悸猶存 根據當地警方估計當時這個露營區內約有九十四人救難人員跟時間賽跑在土石堆中搶救受困民眾 路透社報導指出已經有五十九人獲救但仍有十四人失蹤 當地官員也透露這個露營區是一家有機農場開闢的旅遊景點並沒有取得合法經營執照 一旦遭法院判決有罪經營者將會面臨處罰 馬來西亞經常在大雨後爆發土石流 政府對山坡地開發訂出嚴格管制 不過土石流意外依舊持續上演 案發地點前一天並沒有下雨 究竟是什麼原因引發土石流警方正在深入調查中 公司新聞這位人中介剛曾慧敏編譯